第一节最快速度远程大炮 小伙伴们都知道 杰斯的Q1大炮伤害是非常的爆炸 当你的大炮的飞行速度足够快的话 敌人是来不及反应躲掉技能的 所以如何最快速度打出远程大炮 就是我们本节要给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 许多新手杰斯玩家在想要放出大炮的时候 往往都是1Q2连 要先放出加速门 然后等瞄半天之后再放Q技能 这种大炮的释放方法不仅大炮的速度慢 还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当你先放出加速门的时候 敌人会有意识的走位或者直接后撤 因为你释放加速门的时候就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那么正确的最快速度远程大炮连招 当然是Q1二连 Q1二连的最快速度远程大炮连招是这样的 要先把鼠标移动到敌人的身体上 此时鼠标会形成一个红色的攻击小尖 然后立马使用Q技能 那么这个Q技能的方向就是朝着敌人身体的方向 当然在Q技能出手的瞬间 鼠标一定要拉回自己的身前迅速的释放一个E技能 让Q的施法时间包含在E的施法时间内 这样就可以打出一个最快速度的远程大炮 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这种Q1二连的方式稍有难度 因为如果敌人距离你较远的情况下 先用鼠标点击敌人再往回拉鼠标的操作 还是需要一定手速的 那么也可以学习一下国服第一杰斯 南陵花神的操作方法 花神作为国服公认的第一杰斯 他的远程大炮的释放方法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 没错 因为他释放技能的习惯和刀法是一样的 不用智能释放 小伙伴们可能光听到这一点就感到非常震惊了 花神这种不用智能释法的Q1连招 其实更简单一点 原理是当你和敌人对线的时候 你们会形成一个直线 释放Q技能的时候 沿着这条直线就可以了 这种操作的方式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减少鼠标的大幅度拖拽 减少操作的失误 但是不用智能释法才会释放的更准一点 小伙伴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哦 虽然本节的主要内容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Q1二连 理论上来说Q1二连也确实是最快的远程大炮 但是Q2连依旧是可行 因为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习惯